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叶运仪等大的芭比娃娃 在前一夜 叶运仪的母亲还在担忧 害怕自己的女儿会承担不起豪门太太的称号 而叶运仪却一脸幸福地说 除了她 我还能嫁给谁呢 婚礼的豪华程度让所有人都相信 叶运仪嫁给了幸福 成为了公主 就连叶运仪也如此坚定地相信 只可惜 叶运仪只做了一年的公主 便沦为了豪门气腹 一场轰动却短暂的婚姻 让她沦为整个香港娱乐圈的耻笑 近乎毁掉人生又该如何挽回 如今的她究竟怎样了 叶运仪家庭条件一般 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 但父母对叶运仪却充满疼爱 从小 叶运仪就被家人捧在手心里长大 十三岁那年 她被一位星探牢牢叮嘱 当星探表明来意时 叶运仪大方表示 想回家问问母亲的意见 获得母亲的许可后 叶运仪便同意了对方的邀请 当时有一只洗发水的广告 需要寻找一位年轻靓丽的女主角 而叶运仪不仅拥有一头乌黑靓丽的长发 甜美的笑容更是充满杀伤力 当广告播出后 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凭借着洗发水的广告 叶运仪一举成名 紧接着 多部电影制片方纷纷找上门来 就这样 叶运仪顺利出道 侠促《大丈夫》是叶运仪的处女作 虽然不是女主角 但合作的是郑红的黄百明 钟楚红等大牌明星 叶运仪凭借着温暖的笑容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9年 香港与日本联手拍摄了电影《孔雀王子》 叶运仪饰演的阿修罗 犹如从漫画中走出一般 吸引了国内外观众的注目 当年 叶运仪被日本杂志评选为 全国最受欢迎外国女明星的第一名 次年 《孔雀王子》在韩国上映 再度成为韩国观众心中最受欢迎的外国女演员 受成龙亲自邀约出演奇迹 和国民女神王祖贤搭档千年女妖 跟四大天王郭富城合作笑侠楚留乡 与澳大利赫本布鲁克·雪德斯 苏菲马索 并称全球四大最喜爱女演员 一向严苛的黄瞻说 她是玄香港人的福气 叶运仪出道及巅峰 是名副其实的娱乐圈公主 顺顺利利的发展之间 叶运仪也俘获了不少男人的心 其中还有我们熟知的不老男神林志颖 当年 林志颖和叶运仪联手 出演了电影《神经刀》与《飞天猫》 在出演这部影片时 林志颖对叶运仪动了心 她不止一次地邀请叶运仪与自己合作 出演自己的MV 为的就是《进水楼台先得月》 或许 林志颖不是叶运仪的菜 又或许叶运仪并没有将心思放在感情上 最终男神的追求已失败告终 一心搞事业的叶运仪 不仅在影视上交出了不错的成绩 在歌唱事业上也留下了不俗的记录 1992年 叶运仪的第一张专辑 欺骗你的心 一经发售 便被抢空 首张专辑就大卖 公司为了奖励叶运仪 专门买了一条钻石项链送给她 这条钻石项链被叶运仪收藏起来 竟在日后帮助她度过了一段落幕的时期 这一年 19岁的叶运仪 鸿遍大江南北 在香港女星持量行凶的时代 叶运仪一心只想找个真正爱自己的男人 只可惜 这个男人出现了 却用短短五年的时间毁掉了他 陈百号是香港著名的玩具富商 名下企业众多 资产数不胜数 因此 陈百号也算得上是半个娱乐圈的人 身边的莺莺艳艳众多 在叶运仪以玉尼掌门人和周惠敏平分秋色时 陈百号便将目光放在了她的身上 起初 陈百号与往常追女孩子的方式一样 送钱 送花 送跑车 豪宅 但当她将一辆法拉利送到叶运仪的面前 表达自己的来意后 却遭到了叶运仪的末世 从没被女人拒绝过 陈百号对叶运仪的兴趣更深了 于是她一改曾经的作风 叶运仪拍戏 陈百号就会带上热茶和糕点守在一旁 叶运仪心情不好 陈百号便嘘寒问暖 逗她开心 一开始 叶运仪对对方的举动十分不悦 但奈何陈百号脸皮后 死赖着不走 后来 叶运仪便习惯了她的存在 一次 叶运仪在国外拍摄作品 当地的天气十分寒冷 叶运仪身体较弱 生病感冒了 习惯性地打电话给陈百号撒娇抱怨后 叶运仪便出去工作了 当天晚上 叶运仪就在人群簇拥中 看到了那个一直照顾自己左右的男人 陈百号 那一刻 陈百号就如王子来拯救公主一般 踏着光降临 陈百号带着叶运仪去到医院看病 面对如此一位用心的追求者 叶运仪想不沦陷真的很难 回国后 叶运仪和陈百号交往的消息传开 不少朋友劝叶运仪再考虑一下 毕竟陈百号花名在外 几乎没有人相信她会掉在叶运仪这棵树上 但叶运仪早已沉浸在陈百号为她打造的甜蜜城堡之中 无法自拔 对于外界的声音全部隔绝在外 加入豪门后 叶运仪便听话地从娱乐圈淡退 新婚本就是甜蜜期 两个人便是如同连体鹰一般 形影不离 每天陈百号都会早早回家 陪叶运仪吃饭 看电影 聊天 叶运仪感到十分幸福 但这段幸福时光 随着叶运仪怀孕便走到了终点 叶运仪怀孕之后 陈百号便易改曾经的温柔体贴 经常夜宿在外 不仅很少在家中露面 就连回家后也对叶运仪爱搭不理 好不容易熬到了孩子出生 是个男孩 叶运仪以为 孩子的出生会缓解夫妻两人之间的冷淡 却没想到 丈夫早已变了心 在家里 叶运仪不仅要照顾孩子 还要做饭 洗衣服 打扫卫生 孩子稍稍长大 叶运仪想要付出工作 以此证明自己并不是只会花 不会挣的废物 但当她向丈夫和公婆提起时 却遭到了极大的反对 叶运仪的自尊被狠狠地踩在地下 而她的丈夫从头到尾没有帮她说过一句话 这一刻 叶运仪感到婚姻已经出现了问题 后来 叶运仪怀了二胎 正想着跟陈百号好好地聊一聊时 她在丈夫的手机里 看到了别的女人发来的信息 叶运仪摸着肚子 心里冷到不行 却也拿不定主意 当二宝出生后 叶运仪还没来得及反应 陈百号就已经提出了离婚 叶运仪自认两人是因爱走到一起 于是试图挽救这个即将破裂的家庭 但陈百号的一句话 彻底让叶运仪失望了 陈百号 你就是爱慕虚荣 为了钱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自此 陈百号不愿再给叶运仪说一句话 颇有一种冷暴力 逼你结婚的落井下石 在看似豪门的城堡里 叶运仪孤身一人 心中的委屈无数诉说 只能写在日记本上 后来这本日记还被报刊登记发布了出来 2000年1月 叶运仪向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离婚得到两个孩子的监护权 最终 法院判定叶运仪获得子女的监护权 陈百号要一次性补偿800万给叶运仪 并每个月支付5000元的护养费 作为香港玩具富商 这笔钱对于陈百号来说只是小意思 但偏偏 陈百号就是拖着不给 让叶运仪和孩子们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 最重要的是 陈百号还在媒体面前恶意损坏叶运仪的名声 叶运仪是顶着孕女掌门人的名号走红的 而陈百号却对外称 叶运仪是一个贪慕虚荣的女人 并且在性这一方面有很强烈的需求 从孕女变孕女 仅仅是陈百号的一句话而已 叶运仪一夜间变成了全香港耻笑的对象 面对前夫的诋毁和外界的嘲讽 叶运仪毫无回忌之力 只得向法院请求禁止令封口 尽管如此 叶运仪的事业也毁得差不多了 为了抚育两个孩子 叶运仪不得不顶着头风付出接戏 知道自己的人气已经不如当年 她表示什么角色都可以接 只要有戏拍就行 真的有导演邀请她前来拍戏 可当叶运仪来试镜时才发现 对方给自己的角色竟是边缘人物 有很多裸露戏份 在这一行苦苦寻找出路无果 叶运仪幸运地遇到了曾经合作过的张敏 届时 张敏已经转行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便邀请叶运仪到深圳做售楼小姐 虽然这个行业对叶运仪来说有些吊档 但为了挣钱养活孩子们 叶运仪硬了下来 因为外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再加上利用了别名工作 她一直未被发现 随着房地产行业的饱和 叶运仪也决定回到家乡陪伴在孩子左右 辞去售楼小姐的工作 她再度想回到娱乐圈 曾志伟作为香港娱乐圈的老大哥 听说了叶运仪有付出的想法后 为她接到了一个活动主持嘉宾的活 叶运仪连连感谢 做足了准备 离婚后的叶运仪终于有所成绩 2013年时 叶运仪不仅凭借女人俱乐部大获好评 还攻读了墨尔本理工大学的艺术硕士学位 她的书籍获得了香港金月奖 她的雕塑入围了国际艺术奖 2019年 叶运仪罕见地拍了一套性感写真集 五个月减重45斤 尽管已经年近50岁 但风韵犹存 在她的脸上依然有小萝莉的影子 一段五年的婚姻几乎改变了她的一生 如果没有那么早结婚 她在演艺圈的发展肯定会比今天更好 但这段婚姻也让她早早地成熟起来 开始懂得人生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在人生的低谷 她没有自怨自艺 而是想方设法走出困境 反观她的前夫陈百浩 两段婚姻维持不到六年 还因拖欠两段婚姻中孩子的抚养费 人尽皆知 不仅如此 2012年 陈百浩因内幕交易罪被判监禁三个月 人的一生很长 年轻时走过的弯路 对其往后的一生都影响巨大 年轻时父母的建议 我们总认为并不是适合自己的 但谁又不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